今天用五斤萝卜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前段时间腌了白菜,今天我们来腌萝卜 萝卜清洗干净,去掉头尾,切成块,再切成小丁 切好后放入大盆里面 加入两勺盐 再撒入一手心的白糖 搅拌均匀 充分地搅拌均匀,放到室温腌制一个晚上 这个是腌好的一个状态,萝卜整体都会变软,而且已经腌出很多水分 接着再准备一些纱布,笼布,或者是布袋子,只要是能够沥水的都可以 我这里是厚着脸皮去水果垫药的一个水果网 你还别说真的特别方便,而且装的东西也挺多的 收口扎紧 下面垫一个大碗,方便沥水 用手稍微压一下 上面垫一些重物,我这里放了一盆水 大概如果有条件可以放一块大石头 将压得更加的透彻 压一个晚上,水分压得越干 保证的时间就会越长,口感也会越脆 这是第二天早上,压好后放入盘里面 喜欢吃辣的,可以用小米辣做的多辣椒 我今天做的是够微辣的,然后加了一些辣椒粉进去 搅拌均匀 做腌菜,泡菜,其实食材简单,而且呢,过程也不复杂 喜欢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想吃什么,我来给你腌吧 接着再准备一些密封罐,提前消毒,装进去 大家每天的评论私信,我都会看 但是由于精力有限,没有做到一一回复 希望大家谅解一下 还有就是我的普通话,我真的太难了 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咬字不清晰,发音不标准 这些真的是难以避免 希望大家能够把要求降低一点,好吗?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在这里 我们装罐以后呢,可以放到冰箱冷藏,量到三天就可以啦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哦,我是小妈,下期再见 再见